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棵兰花 可能很多花友对这种兰花印象的不太好 因为它是一种大花会兰 都觉得这大花会兰没有什么价值 不怎么有点爱养 但是大花会兰它是非常好养的一种兰花 相比其他兰花来说好养了好几倍 我这棵大花会兰也是从一些被丢弃的大花会兰中分租出来的 那么现在也长出了一些新芽 而且这个新芽长得非常的特别 大家看一下这棵新芽从这里长出来 然后从这里穿出来 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侧芽 像我们养护大花会兰 一般一个炉头保持两颗芽就够了 不要留的太多 留的太多会生长不良 而且长出来的芽会比较弱 但是我这一棵长得有点奇怪 看它生长得怎么样就怎么样 大花会兰这个品种其实非常好养 它不像其他兰花那么娇贵 我们多给它浇点水 多给它湿点肥 或者是给它多光照 都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只要我们避开夏天中午的光照就可以了 像现在进入了夏季 我们给它多浇水 多湿点肥 只要温度不超过30度 它都可以很好的生长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大花会兰简单的一些基石 希望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